星期一在白宫通报,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将一个既是本页面朝外,上面写着的像哥伦比亚派遣5000士兵,被现场拍到,迅速变成各家媒体上的一个大问号,美国要出兵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了吗? 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回应这一尖锐问题,但也反复说,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博尔顿故意让秘密信息走光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美国做立即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的选择有很大困难,因为整个拉美,都不会欢迎华盛顿那样干。 委内瑞拉民众,也不会欢迎美国这个解放者,军事干预的政治风险太大了,它可能让美军死人,还会让拉美跟着华盛顿对伪政策跑的国家产生反感,反而造成美国的被动。 但是威胁一下委内瑞拉,就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瓜伊多自立临时总统,美国和利马集团的国家表达了承认,欧盟也在跟随美国政策。 但瓜伊多仍不掌握实际权力,非常着急想要策反马杜罗的支持者,尤其是鼓动军人倒戈。 美方很可能希望通过释放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来自机位局势出现突破口。 美星期一宣布制裁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也是想进一步恶化伪经济,和马杜罗政府的财政形势。 以压促变,美国的干涉意在全面运转,外部形势对委内瑞拉总体上不利。 然而当下对委局势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该国的内部博弈。 瓜伊多宣布可赦免参加镇压行动的军人,意在分化军队。 他的优势是外部支持,可能使他逐渐获得更多的国内影响。 但马杜罗现阶段,继续控制局势的手段显然更多。 委的变数再增加。 但情况并非像一些人想的那样,马杜罗已经大势已去,一些拉美国家,抛弃委内瑞拉政府。 也与一些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几年前与欧美国家一起站队,支持拆除叙利亚的什叶派巴沙尔政权不同。 那些拉美国家,并非完全不接受委内瑞拉左翼政府。 他们对古巴的态度,就与美国有区别。 拉美国家还是愿意看到委内瑞拉稳定的。 他们并不希望委变成拉美的利比亚,或者伊拉克。 委局势有可能僵持一段时间。 只要美国不出兵,马杜罗继续掌权的前景,就会大于瓜伊多多得实际权利的几率。 由于美国很多炼油厂,只能依赖委内瑞拉石油。 美完全断绝从委进口石油,将导致那些炼油厂关门,让很多人丢散碗。 所以美国的制裁也不能搞太极端了。 一旦马杜罗政府继续执政,瓜伊多自封的临时总统,长期明不复时。 美国将非常难堪。 其实华盛顿扶持瓜伊多,也是一步险席。 他要保证能够真把他扶上台。 如果能够吓倒委内瑞拉社会。 对他来说再好不过了。 真要出兵才能达到目的。 这样高的成本,大概不在美国原来的计划内。 所谓所有选项都摆在桌上。 首先是中咋呼。 委内瑞拉面临真正的困境。 由于解决经济危机看不到出路。 社会严重分裂。 外部势力虎视眈眈。 内部和解缺少动力。 混乱就成为这些问题合力的结果。 然而军事干预,将是未来局势几种可能性中最坏的一个。 21世纪以来, 美国的几场军事干预都是失败的。 害了美国自己。 更害了当地的人民。 拉美国家应当以某种方式, 从根本上打消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念头。 告诉美国, 那是他不能逾越的底线。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000 on the 31,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0日电, 记者孙丁邓先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说, 美国防部长马蒂斯, 将于明年2月底去职。 特朗普上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这一消息。 特朗普还表示, 他将很快提名新国防部长,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刘新、刘宽义、除夕之夜。 武警部队20余万名官兵, 坚守在一线站位。 用实际行动, 为祖国和人民守岁。 武警部队作战勤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武警部队党委, 高度重视春节期间执行安保任务。 提前筹划, 周密部署。 全力维护社会面安全稳定。 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除夕, 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明、 政委朱生岭, 分别来到驻京部队检查战备值班部分队和重要目标执勤工作。 检查, 慰问一线官兵。 部队各级领导干部, 主动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纷纷走上重点哨位。 替战士战哨。 确保一线执勤官兵, 能够看一个完整的春节联欢晚会。 能够给家人打一个拜年电话。 除夕夜。 从繁华喧闹都市里的少尉到艰苦偏软的深山执勤点。 执勤官兵们都守卫着各自目标。 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会场。 虽然距离舞台近在咫尺。 身旁精彩节目不断。 但担负警卫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某中队战士们目不斜视, 全神贯注。 战斗在一线少尉之上。 他们终于职守的表现。 赢得了现场演职人员的高度赞誉。 春节假期。 在全国三百多个大中城市和近千个县城。 武警官兵走上街头。 协同当地公安机关, 担负社会面武装巡逻任务。 武警部队还担负了全国部分火车站、 汽车站、机场的春运执勤任务。 此外。 在各地游园活动、警区现场。 随处可以看到执勤官兵的身影。 在北京火车站后车大厅。 首次参加执勤的武警北京总队执勤 第二支队新战士曹新海说。 春运以来。 他们每天执勤达16个小时。 就连除夕夜也不能休息。 但他感到非常自豪。 他说, 为祖国和人民守岁。 是我最大的光荣。 海军昆仑山舰抵达阿布扎比参加国际防务展。 当地时间, 2月16日下午。 中国海军两栖船物登陆舰, 昆仑山舰, 抵达阿联酋阿布扎比扎伊德港。 参加即将举行的第14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及第5届海军防务展。 美第7舰队旗舰访韩。 韩国海军称, 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指挥舰, 15日访问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 以加强两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友好关系。 据消息人士称, 经过数月的维护工作后, 驻扎在日本横须赫的19609吨的蓝领号舰艇, 正在该地区访问。 预计将在韩国停留至下星期早些时候, 阿富汗军队空袭打死打伤38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阿富汗安全部门官员扎伊努拉16日说, 阿富汗军队15日晚, 在该国南部乌鲁兹该省, 向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动空袭, 打死和打伤22名和16名武装分子。 扎伊努拉说, 被打死的武装分子中, 包括一名名为哈姆杜拉的当地头目。 空袭时, 这伙武装分子正讨论新的袭击计划。 伊朗说, 沙特和阿联酋幕后支持恐怖袭击发动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加法里16日说, 沙特和阿联酋在幕后支持伊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的发动者, 并说伊朗将会采取报复行动。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树边官兵, 顶风冒雪, 在云南陆江高离贡山上巡逻。 摄影, 为起位。 漫长的边防线上, 有人可以回家过年, 就意味着有人不能。 军营的春节, 少了喧嚣, 多了宁静, 春节前夕, 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返乡大军, 车站机场集散着奔往天南海北的返乡人潮。 回家过年, 是人们最朴素的一种向往。 而与此同时, 祖国大帝的座座营盘里, 却激荡着练兵备战的虎狼之气。 节日战备, 从机关首长传续到普通士兵, 从内陆城市延绵到高山海岛, 从指挥中输辐射到边防一线, 这是属于军人的特殊节日礼物。 零点钟声响起, 千家万户灯火辉煌, 无数人正与亲人爱人为座桌前。 庆贺新年, 功愁交错, 其乐融融。 他们在朋友圈里, 许下新年愿望, 送出新春祝福。